澳洲联邦预算出炉 市场对于澳洲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再次出现 另外美国科技股出现严重下跌 是不是会导致下一个科技股的泡沫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Bull 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是5月13日星期四 我是麦 刚才说到呢 我们都知道在本周二的晚上 澳洲联邦政府是公布了未来一年的联邦预算草案 也就是说政府将会如何花钱 花在哪些地方 那么就像我在周一的时候说到呢 对于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个体来说都非常重要 不论你是家里有儿童还是有老人 或是你现在是工作交税 以及家庭福利开支等等 各项的咱们说呢 生老病死啊 它都和政府的预算有息息相关 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可以其他的新闻不看 但是呢 每年一次的这个联邦预算的计划 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 当然了 今天的内容并不是要跟大家说钱花在哪里 关键是要说 这一次花钱花得非常多 而且呢 多到呢 超过了大家的预期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都知道呢 政府如果花钱多 那自然对于经济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但是现在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声音 不论是从银行的分析师 还是呢 从证券以及基金方面的分析师中 都纷纷发表观点 他们认为呢 澳大利亚在去年的一年的疫情中 的确是受到了伤害 但是对比其他国家来说 比如像英国美国 像法国德国 这一类遭受严重伤害的国家来说 他的经济损失以及人员伤害 是相对比较轻的 换句话说呢 那政府现在公布的联邦预算的计划 确实按照呢 是经济受到了严重伤害 和严重的人员伤害来做的估计 所以说 现在花钱是不是花的有点多了 这花钱多了 可能就会担心会引发市场和经济的过热情况 那我们跟大家简单普及一下 什么叫过热和过冷 我们知道呢 过热就是呢 比如说像2017年 大家都去炒房地产 一窝蜂 房价每个月涨月月涨 这个拍卖率接近于90%以上等等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说明经济过热了 过热有可能会导致泡沫的出现 所以说当太热的时候就需要降温 可以利用呢 比如说是提高借款的成本 也就是提高澳元的利率 或者呢 是通过其他的政策 比如说限制贷款 额外的印花税等等方式来给它降温 那同样在去年的时候 疫情来临的时候呢 万各个行业都非常的萧条 这个时候经济太冷 就需要给它加温 让它重新热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澳洲央行和美国一样 在短时间之内连续降息 把利息几乎降低到了零 这就使得呢 我们再去贷款也好 再去消费也好 这个资金使用的成本非常之低 来鼓励大家去贷款 去发展 去雇人 所以说经过这一系列的举措 澳洲的经济呢 其实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半年时间里面 反弹的速度非常之快 甚至于让大家会担心 安装这个速度下去的话 再过半年 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就会非常严重 所以说现在大家会担心的澳洲央行 原本预期是在2024年才会加息 可能会提前到2023年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央行在5月4号 就是5月初刚刚说过的话 当时央行行长明确说到 在近期内讨论加息是 英文是叫做unlikely 中文呢是不太可能的意思 也符合他之前说的两个观点 如果要再次加息 必须要符合两个基础条件 一就是通过膨胀率达到 2.5%到3%的目标 第二工资的增长率 平均工资增长率恢复到 2%到2.5%以上 所以说这两个条件 只要两个都不符合 那基本来说是不可能加息 但是如果这两个条件中 其中有一个已经达到了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预计 央行可能会随时随地 开始转变他的口风 从不太可能 可能会改变到 我们可能会考虑 甚至于到后来再加强到 我们会非常认真考虑等等 一旦这个口风变了 那个时候 从变口风到真正加息 其实还有至少 三到六个月的余地 股票外汇 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 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